接下來請收看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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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了 那些原因就先不要说了 一些秘密的原因 然后呢 这次在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心经的版本的 关于版本的一些内容 在中文里面呢 就是心经 目前有11个 已经有了 就是11个翻译的版本 那然而就是现存 只有9个版本 在藏文当中呢 则有三种版本 而这些版本基本上 都可以归纳为 广本和略本两种 然后我们汉地 最常见的版本 是由玄奘大师 所翻译的 波瑞波罗密多心经 那那个共有 260字 60个字 这个呢 是属于 略本 而藏文 而藏文最常见的版本 就是有 这个 智君意识 在八世纪的时候 所翻译出来的版本 它是属于广本 那么广 广本和略本的差别 在哪里呢 这个略本的内容呢 只有教理本身 这个部分称为正宗分 而广本呢 是在这个正宗分的前面 多加了介绍佛陀宣说这部经典的 时空背景 和余会人士等等的序分 还有在这个正宗分的后面呢 后面 然后强调这部经典的功德利益 然后呢 这个广自部经典能够广大流传的流通分 所以呢 藏文里面 这个保存了 八位印度论师 对于这个新经的注解 然后当中呢 最有权威的 就是无垢有 大师所写的 圣布瑞波罗蜜多 新经 广世 这就是最权威的 或者最公认 公认的一个新经的注解 然后呢 在中文的 这个十一部新经 译本当中呢 有些是属于广本 有些是属于略本 而在藏文当中呢 最常见的两个版本 都是属于广本 但是呢 近期也在这个东黄的地区 找到了一个古老的藏文 新经 它是属于略本 再来是属于 我们在这个 新经的 这个我们所讲的 讲解的这部新经 的名称 就是 波瑞波罗蜜 东黄 十四版 那个 法成翻译的 法成翻译的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首先呢 就是 每一部经典 为什么 先要讲解 每一部经典 为什么都需要取个名字呢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根据 《愣且经》当中呢 就提到了 这么一个 关键的原因 《愣且经》里面说 若不说于名 世间皆迷幻 为出迷幻故 事故立明眼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世间的人呢 为了掌握事物的内涵 因此我们都会习惯 取一个名字 特别是 在经典的秘密上呢 更是 能够帮助一般人 掌握经典的内涵 明白 它到底在说什么 因此 所有的佛经 在一开始 都会取一个名字 就是 这部经的 经名 和它的这个内涵呢 是相呼应的 在经典的取名的方式上面呢 就是许多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 例如呢 在以经典的 宋文数量 来取名的 再来是 用这个作者的名称 来取名的 还有呢 用这个 生韵学 来取名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 用它的内容来取名的 所以呢 这部《新经》呢 主要是用它的内容来取名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 我想对于这个 《新经》的 经名 先做个 字面上的一个解释 再来就是 说说它的内涵 然后《新经》的名称 其实大家都还是 应该知道 但是《新经》的名称 是由这个 八个字组成的 而在梵文当中呢 又是 怎么说的呢 就是 《波罗密度》 Hindra 那前面 后面加一个 经的话呢 那就可能就 《波罗密度》 Hindra Sutra 然后呢 这个 波的意思是 正确 《热》的意思是 了知 《波罗密度》的 意思是 到彼岸 到彼岸 Hindra的意思是 心药 也就是 精华 精髓 精髓的意思 然后呢 以上 这每个部分 合起来来说 就是 《波罗密度》 《新经》 平常呢 我们在 就是 《波罗密度》 会说成是 智慧嘛 但是呢 智慧这个词呢 现在太普遍 被使用了 所以就容易 这个世间的 聪明才智 混在一起 所以呢 因此呢 这里呢 我们就是 使用了一个 唐朝的 意境三藏法师的 一个翻译 它将这个 波罗密 两个字 翻译成 正了知 正确的 正了知 这个翻译 跟这个 藏文的 希勒 比较 比较接近 然后呢 解释起来 也比较 比较容易 然后呢 以上啊 都是对于 这个 精明的字面的 一个解释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 精明的内涵 做一个解释 首先呢 我们就是 正了知 当中的这个 了知 也就是 认知的意思 它包括了 三种认知 就是第一个 世间的 错误认知 错误的认知 第二个呢 初世间 声闻与 原觉的认知 以及 第三个 如来的 无上认知 这三种 然后呢 在这里 的 波瑞 是指 当中的 最后一种 就是前面 两种 并不算 是究竟的 波瑞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 正的意思 我们说正了知 所以正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 正是有 最圣 最好的意思 所以呢 这种认知呢 是不是 就是超 胜过世间 与 出世间的 一切 其他的认知 所以是 无上的认知 指的就是 佛的认知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 就是把这个 一切圣者菩萨的 这个认知呢 归类 归类在 三种认知当中的 哪一个呢 这个圣者菩萨 圣者菩萨的意思 就是说 登地菩萨的认知啊 登地菩萨的认知呢 其实他可以称为 波瑞 因为他的认知呢 相似于 如来的认知 所以他可能是 归类在 第三 第三种认知 那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 这里所谓的 最殊胜的认知 我们就不用分 什么 世间的 处世间的 什么 那些无上的 就不用分什么 可能就 这里所解释的 最殊胜 殊胜的认知 指的就是 正无空性的智慧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 波罗蜜多的意思 这个意思呢 是 到彼岸 彼岸指的是 涅槃 而 慈岸指的是 轮回 为什么这里 称为 这个 到彼岸呢 因为 它就像是 一艘 船法 能够 帮助 陈佛在 轮回 大海的众生们 前往 前往 涅槃 大城的 彼岸 因此 称为 到彼岸 也就是 波罗蜜多 然后 到彼岸 就是 它有两种 解释 第一种呢 是 能够到达 彼岸的工具 和 已经 到达 彼岸 这两种 就是 解释 第一个 这个 能 能到彼岸的工具 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 有学到 这个阶段的 波罗蜜 有学到 这个阶段的 波罗蜜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正在 前往 成佛 道路上的 菩萨的 波罗蜜 智慧 就是 它会 它能够 令人到达彼岸 所以 它叫做 能到彼岸 接着呢 已到达的彼岸 已到达的彼岸 指的就是 佛地 我呢 这时候 就 这里 佛地 我就想起 那哈利波特 里面的 佛地魔 可能我 发现 他 心 太乱了 也就是 这个 最终 成佛 国位的 波罗蜜 以上 这样的 说法呢 就是 是根据 越乘 论识 我们在 中观的 我们说 藏传说 什么 中观 中观 自称派 跟这个 中观 叫什么 自序派 跟 印成派 印成派 印成派的 这个 大师 越乘大师的 入中论事的 说法 就是什么 能到彼岸 已到彼岸 就是说法 越乘法师的 一个说法 实际上呢 就是这里 这里所讲述的波罗蜜 是指这个 证悟空性的 智慧 但是 还有 几种 事物 也可以成为波罗蜜 例如 这个 自信波罗 经波罗 然后 道波罗 和 这个 果波罗 第一个 这个 自信波罗 指的就是 空性 第二个 经波罗 指的是 禅数空性的 大乘经典 也可以成为 这个 叫做 经波罗 第三个 道波罗 是指 这个 圣菩萨中的智慧 然后 第四个 果波罗 果波罗 是指 这个 佛陀 骗知的智慧 但是呢 以主要的 这个波罗 来说的话呢 一般是指 果波罗 因为 智才是 这个 究竟圆满的 彼岸 佛陀的智慧 才是 究竟圆满的 彼岸 而前三个 波罗 呢 也可以 被称是 被称为 是波罗 但并不是 最究竟的 波罗 因为 还没有 到达 彼岸 以上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 还没有 到达 彼岸 所以 他不是 究竟的波罗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 说法呢 也是 就是出自于 这个 陈纳论师的 波罗 八千松 金要里面 他又谈到 这样的一个 是吧 四个波罗 就是 自信波罗 金波罗 道波罗 果波罗 这样的一个 说法 但是主要是 这个 讲述的 这个波罗 主要讲述的是 国波罗 然后呢 再来是 这个 一者的简介 就是 一者 我们再看 大波国 大德 三藏法师 沙门 法成义 然后呢 支部经典 是由这个 大波国 三藏法师 管法成 从藏文翻译为 藏文中文 并且是保存在 东黄石 石窟中的版本 他就是一个 藏族人 管法成 用法成 法成 管是他的姓名 他的就是 家族的姓名 法成是他的 名字 管法成是一位 藏族的 藏族的义师 是少数 精通中文 泛文和 藏文的大师 他曾经 将像是 这个 于且是地论呢 大波涅槃经 等等 论著 从中文 翻译成藏文 尤其是 他所翻译的藏文 由西名 元策大师 所写的 这个 解身 秘境事 更是 藏传佛教 学者们 营救 为世的 为世学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 依据 据说 他也曾经有 翻译过这个 玄奘大师翻译的 六百品的 大波涅经 从中文翻译到藏 他曾经有 但是现在 好像 失传了 总之呢 他是一位 这个 极为少见的 大学者 所以呢 在 明初 学者 宁确 有一个 徐宁确 是不是 陈宁确 教授呢 曾经就 这样 评 评价他 说 法成大师呢 对于 赌博的 这个 贡献呢 相当于 这个 玄奘大师 对于中国的 付出 所以 他就是 很 很厉害 他 他就是 很厉害 然后 再来是 我们再谈 这个 接下来 就是我们 正说经文 正说经文 所以呢 在这里将 这个经文呢 分为八个 八个部分 这个 新经的经文 把它 分为八个部分 就是 序 啊 时间的 时 就是序 再来就是 时 然后 卷数 再来是 因缘 然后再来是 问 再来是 答 然后 最后面两个呢 是 顺说 和 随喜 这八个部分 那首先呢 是 首先是 序 啊 这里 序指的是 这部经的 第一句话 如是我闻 佛在这个 大 佛在这个 大 是 经 所以 每部经典的开头呢 都是这句 啊 如是我闻 是佛陀制定的 就是说 以后啊 就是说 就是说 节济 啊 这个 节济法 嗯 经典的时候 要前面要加一个 这样一个字 是说 佛陀制定的一个规矩 所以呢 这里呢 如是就是指的 就是 词经 啊 听闻词经的这个 经典节济者呢 将他所听闻到的内容 就是这样而已 如是的意思就是 这样而已 没有其他多余的部分 啊 并且一字不多 一字不少地记录下来 我 就是 如是我闻的我呢 则是这个 指的是 节济 节济者啊 这本人 总之呢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 指节济者 他自己 文如是经历 然后在这里的这个我 也就是说 这个 节 节济者 然后呢 对于 这部经的 节济者是谁啊 啊 我们会有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呢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只有阿舍尼 在这个 《心经》的解释当中 提到啊 所有 波瑞系的经典 结集者 都是文殊势力菩萨 而在这个 摩赫 摄纳的这个 《心经》 注解当中 提到 陈纳阿舍尼 陈纳阿舍尼 就是陈纳论师 认为啊 所有 波瑞系经典 都是由 金刚属菩萨 所接济 还有另外 在龙树菩萨 著名的这个 大智度论 当中 就明确地提到 所有大乘经典 都是 文殊势力菩萨 弥勒菩萨 和这阿难尊者 一起结集 而在这个 《小品波瑞经》 《小品波瑞经》 当中提到 佛告阿难 我是如大师 如是我弟子 如以牲口一夜 与今 现在 供阳 恭敬 尊重于我 我灭度后 如当 一世 供阳恭敬 尊重 波瑞密多 波瑞波罗蜜 波瑞波罗蜜 所以你就 怎么恭敬我 你得要 以后要恭敬 这个波瑞波罗蜜 佛陀祖父 还有在 这个 波瑞巴仙宋的 这个 波瑞巴仙宋 这个波瑞巴仙宋 是这个 西藏的说法 我们汉传里面 并不会说 波瑞巴仙宋 就是说 《小品波瑞经》 这个《小品波瑞经》的 这个 这个 第 二十四品 与这个 二十九品 也就是我们藏文的 这个 波瑞大千宋的 第二十八品 和第三十二品当中呢 佛陀将 这个波瑞经 嘱咐给 阿难君主 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 解脱君 阿舍里呢 解脱君 阿舍里 就是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 藏传 佛陀将认为 他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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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瑞系 波瑞系的一个 就是一个专家吧 应该算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专家 然后他主张呢 大部分的 大乘经典 都是由 阿难尊者 阶级往常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 这个波瑞系的 一个大师 专家了 算是 就是 他的名字叫做 狮子贤 论诗 他也是提出过 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普遍认为啊 是 是阿难结起的 但是呢 藏文里面有一个 清辩论诗 他的一个著作 叫做 司则业 是不是 司则业当中呢 提到啊 声闻不能作为 大乘经典的阶级者 因为大乘意理 并非他们能够理解 所以呢 就是 他对于这个 阿难尊者作为 大乘经典的阶级者 这种说法呢 就提出了一个反对 可是呢 就是 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些理由 而且呢 在这个 大法古经 当中提到啊 这个 佛陀释迦牟尼 要求 加设尊者 保护大乘经典 而这个 加设尊者 也是曾经指定 阿难尊者 来负责 进行 第一次的 这个经典集 所以因此呢 作为 同样是 声闻的 这个阿难尊者呢 也可以作为 大乘的 一个经典的 一个阶级者 这些好像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总之呢 就是 说来说去呢 就 这部经典的 阶级者是谁 至今就没有一个 绝对的一个说法 有些人是说是 金刚手菩萨 有些人说是 阿难尊者 有些人说是 这个 不知道要问谁 也许是 他们共同 阶级的话 那可能就 有时候出现 只有出现 这个 文殊菩萨的名字 但是 这个也 并不是说 并不 就是 叫什么 代表 这个 其他的菩萨 或者阿难尊者 没有参与过 所以 这可能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如是我闻 这个闻呢 闻的意思 这闻的意思呢 是表示了 集结者 在集结时 所宣说的内容 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而是 单纯的 将这个 听到的内容 如实地 说了出来 同时呢 更是 在强调啊 阶级者是 直接听到了 这个敬畏 而不是 间接听到 听说了 如是我闻的 如是 是指什么呢 就是 是从 耳时 世尊 等入 圣身明了 到这个 文佛 所说 皆大欢喜 之间的一个 整部经典的内容 以上是 这个八个 部分中的 我们这个 这个 续分 或者续 再来呢 是提到 这个时间呢 这时间呢 是 一时 以伯浅犯 诸王舍城 这是吧 啊 揪风 山中 啊 在这里的 这个 一时呢 先是一时 一时 指出了 啊 这件事情 所发生的 这个时间 这种呢 这里呢 就包括 两种 两种意思啊 第一个意思是说 由于这部经 只被 听过一次 不会重复地 被听完 因此呢 它有难得的意思 在里面 那不会 就是 佛陀可能会说 由于就说 佛陀只会说 三次 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话呢 他只会说三次 如果弟说三次 还不听的话 他 他身边有一个 叫做什么 金刚手 这样的一位 就有的像 佛陀的保镖了 这个佛陀的保镖 在他身边 如果说 佛陀说三次 你听不下去 记不起来 他就会用 那个金刚来打你 金刚处来打你 哦 他的这个金刚处 不是非同小可 这一打下去 就可能就没命 所以反正就是说 佛陀 很重要 很重要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事情 他会嘱咐三次 他会说三次 他不会说第四次 然后三次 听不下去 那就四次 也没什么用 第二个意思是 意识 代表了这个 结基者 是很有智慧 因为他只是 听了那么一次 就能全部 将他记下来 所以他 这个也表示 他的 集结者的 这种智慧 同样呢 就是一时 也表示了 五个圆满 当中的 十圆满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所谓的 这个十圆满 是指 讲书之部 法圆满的 生庙 经典的当下呢 还同时圆满 具备了 大师圆满 处所圆满 和这个 眷属圆满 共四者 所以就是 他表示了 这个 这个 十圆满 这个大师 处所 眷属都圆满的 这个时间 那这样就 一时就把它解释了 介绍 再来就是 博且范 博且范这个词 在范文里 有很多种意思 所以呢 在古代医师们呢 保留 他的这个范音 不翻译 翻译出 他的意义 这就是 所谓的 一多顾 一多顾 不范 他有很多意思 所以就 可能就很难范 所以就把它留下来 它的范音 原因留下来 这里的这个 博且范 指的 佛陀 指的就是佛陀 也就是 代表了 大师圆满 所谓的 五圆满当中的 大师圆满 博且范 又称为 出油坏 这个名字 把它 如果把它翻译成 中文的时候 就出油 油坏 这有点奇怪 出油坏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切诸佛呢 都是超越了轮回和涅槃两边 所以称为初 初家的初 然后呢 他又是 具足 断德和正德 两种功 所以称为油 然后他也是 所以究竟摧坏了这个二丈 或者四摩 所以称为坏 弄不好 就佛陀变成坏的 因此这个佛陀被称为 出油坏 也就是 博且范 那藏文里面的博且范 翻译成为 终点点 终点就是由 刚刚所说的这个 什么啊 这些 出油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博且范 在 印度呢 被广泛的就是 使用 而说 都是 有点像是 大自在天野 叫做博且范 然后就 其他那些诸神 都叫做博且范 所以就 藏族的医师们 后面加了一个字 叫做 德 德的意思就是超越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 他超越了世间的这样的一个 超越了世间的神的有点意思 再来就是王舍城 王舍城 此处的这个处园门就是王舍城 王舍城 指的就是处园门 就是处 那王舍城呢 据说呢 莫且陀国 过去的一个 过去的首都 莫且陀国是这个 中印度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国家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过去的首都呢 位于这个 居士纳鲁 那是一个地方 我们说佛陀 涅槃 应该是那个地方吧 你看 那个地方叫做 居士纳鲁 摩且陀国 过去的首都就是 居士纳鲁 但是呢 这个首都呢 一再地受到 非人的影响 和导致火灾 然后呢 国王就是 最后呢 就是实在忍不住来 然后就说 哎 这个 照顶所有全国人 全国人民 全国统治 这样 然后这个 他说 以后呢 谁家的这个 谁家里起火 那就搬到这个 清凉 清凉这个 寒岭旁边去 这个盖房子 意思就是 他你要搬到 这个寒岭里面去 哎呦 惩罚吧 应该算是 谁家里起火 要惩罚 他搬到 这个寒岭里面去 所以没想到 就说完这个之后 第一个起火的 就是国王自己的宫殿 国王自己的宫殿 所以呢 他就把 将这个宫殿 搬到 这个清凉 寒岭里面 寒岭的旁边 所以此城 因为这样而取名为 这个王射城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呢 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 这个龙树菩萨提到了 两种说法 为什么叫做王射城 王射城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是主张说 曾经呢 这个摩羯陀国呢 某一任的国王 国王 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长得很特别 因为他有一个头 两张脸 四只头 当然有很多 很多故事了 就先别说了 反正就他长大之后呢 就是说 勇武有力 勇武善战 所以他将把当时的一百 就是一万八千个国家的国王 都囚禁在这个摩切托国的首都当中 然后统治了整个印度 所以因此这个地方就被称王射城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 摩切托国的过去的首都呢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当时呢 有一位这个 管车国王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因为这个主张祭祀天神 要杀生 所以就 所以最后呢 整个身体都趋陷到了 这个地底下 然后呢 这个广车国王呢 继位的时候 就心里想 如果我统治在这个地区的话呢 可能就是 是有很大的罪过 因为就他的父亲 就可能就 陷入在这个地底下 这个地底下 因为当时这个 他的父亲是反对 祭祀这个 祭祀要杀生嘛 所以呢 那些其他的那些出家 就是当时也 外道的出家 诅咒他 然后他的身体就陷入 到地底下 所以他的孩子 继位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啊 就我不能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 他的父亲 陷入到这个地底下啊 所以就 应该要搬出去 所以决定 迁移首都 所以最后就是 定都在这个五座山 环绕的 环绕的一个盆地当中 所以 并将成 就这个首都 取名为 王舍城 这就是王舍城的一个故事 再来就是这个 环绕 就是 所谓的环绕山 或者这个 旧风山 旧风山 这里的这个经文当中呢 同时提到了这个 王舍城 与旧风山 两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 表达出这个圆满 表达出这个圆满 包括这个出家 与在家的两 二种弟子 王舍城 代表着这个 这个俗家的 这样的一个住处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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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风山呢 是出家的一个住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时 僧俗二种 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 这座山名为 环绕风山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 根据这个 龙树菩萨的 大致度论里面 记载了 说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因为这座山的 形状 如同是一个 突揪 突揪 突揪的一个样子 所以呢 称为 周风山 周风山 然后第二种说法是 这个 王舍城的南方呢 有一座 这个尸陀里 所以呢 许多的这个 突揪呢 就都会来到这里呢 吃 腐食 吃腐食 然后就吃尸体 腐烂 已经腐烂的尸体 然后最后呢 就再会回到 这座山上 所以称为 旧风山 然后呢 还有在其他的经论当中 有记载 其他 经论当中 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是 世尊说法的时候 和其他世界的 就是其他的 现在正在来说的话 其他的星球 应该是 星球的这些菩萨们 都会来 这个如同突揪 一般 飞到之座山上 听闻 释迦牟尼佛 宣说这个 波瑞经 所以 此山 此山名为 旧风山 这个呢 我们已经说到了 这个 处缘嘛 再来是 眷属缘嘛 那眷属呢 这个是 于 大 必处 众 及 诸 菩萨 然后呢 在陈大论师的 这个波瑞八千 诵经啊 里面说啊 我说 有大师 眷属 正进时 集结 为正量 集成 故事间 进时 贤 决定 尊正 具足 仪 至所 收为量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师 于这个 说法 时间 确定的 情况之下呢 在眷属 门呢 就作为 这个 法门 法门的证人 才能 这个 让 让这个 说法者 所宣说的 这个文字呢 是具有可信度 并且呢 能够 让支部经典 更加的完整 因此呢 这 这五种圆满里面 这五种圆满 就是 让 具有信心的弟子们 能够 就是 进入 此经的 之分 为什么 就是谈到 这五种圆满 然后 眷属圆满 指的就是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 与大必出众 即 诸菩萨 就是这个句子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说这个 与大必出众 必出众 这个大必出众 指的就是 身文称的 身文圆绝的 这个 身重 可能没有圆绝了 身文称的 身文的 这个 身重 应该远绝 不会过来 听佛陀的 开始 他有一点 傲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 必出的意思是 只受过 具足界的人 也就是 得到了 这个佛教 出家界中的 最圆满的人 但是 这里的 大必出 就是 不只是说 它是必出 它是大必出 不是说 所有的 这些必出 都是胖胖的 也不是 这个意思 意思是 说 特别指的 就是 开悟的 阿罗汉必出 又是必出 又是阿罗汉 所以这里 指的就是 这个大必出 就是 又是必出 又是阿罗汉 这样的一个 然后呢 接着呢 这个 大必出 这个重字呢 指的就是 深重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 集结者 这个 就是聚集了 四位比丘 也可以成为 深重 四位比丘 的这个一个 团队 也可以称为 深重 但是梵文当中呢 深切 或者三哥的意思呢 它有一个 不会被 外力所 分裂的意思 不会被 那些 外面的 力量 可以 就是 可以分裂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 另外一个 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 和和的意思 就是 深重 它有一个 深 深浅 这个字呢 就有 和和的意思 反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 它不是 不会被 外力所 分裂的意思 所以 深重不是很容易 深重 要和和 又 不会被 那些 外力所 分裂 我觉得 这不是很简单 再来是 集诸 菩萨 沙摩赫萨 具 那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 菩萨 摩赫萨 中的这个菩萨呢 是指 菩提萨多 菩提萨多的简称 就是菩萨 那菩提指的是什么呢 菩提是 觉悟的意思 萨多就是 指 勇气或者 勇敢的意思 因为 就是因为 他们是 勇敢地追求 伟大佛果的人 所以被称为 菩提萨多 而这里的 这个磨合呢 磨合 有 这个 广大或者 伟大的意思 这个根据 大乘庄严经论 大乘庄严经论 里面就是 提到说 因为 这些菩萨们 他们呢 所关注的是 广大的一切众生 然后同时 他们 还具备了 广大的精进 伟大的事业 等等 七种伟大的功能 所以他们 可以称为 磨合 或者伟大 当然前面我们 就是 那样 聚集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 这个后面 这个字 聚集在一起 这些 大师 还有这个 与会的 卷种 聚集在 都聚集在一起的意思 这些 都会 做出 都会 有 这些 都会 做出 这些 都会 做出 与 这些 都会 做出 都会 有 所以刚刚以上这一段解释当中 可以让我们首先知道 这部经当一部经要被讲说出来 一个法要能讲说出来 它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和合具备之下 才能够讲说的 所以它本身是很难得的 所以透过之前的这样一些介绍 我们了解到说佛法它真的是很难得的 同时能够依止到一位清静 或者寻找到 依止到一位老师 一位上师 它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只有这个 大师圆满也不行 大师圆满 佛陀是很圆满 他自身圆满也不够 然后呢 而且他能够说出一个圆满的法也不够 这个与会听众啊 这个听法者需要圆满 听法者不圆满 他自己圆满也没啥用 就好像摆在那边 也没什么用 然后呢 而且听法者圆满 但是时间要可能要找到一个刚好的时间 不容易 我们都现在都这么忙 大家都很忙 所以找不到一个刚好的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去听法 这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大师圆满 这个处所圆满 那处所圆满还OK 五星级酒店OK吧应该是 比这个临旧山比较好一点吧 嗯 什么旧风山 临旧山 我觉得这个旧风山还好一点 当然 旧风山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内外旧风山跟内旧风山 外旧风山就是我们世所的眼光 所看到的旧风山 就是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这八大圣地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就是那么一座山 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内这个旧风山呢 是说 就是一个庄严的佛国 这个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佛陀跟菩萨 才会看到 很漂亮 但是我们看不到 可惜 但是呢 就是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 可能我们这样 这样就是解读或者讲解 这部我们前面的这些内容 大家可能就是说 呃 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啊 这听法或者我们就修法 就是很难得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难得的心 来修法 要可能要需要珍惜 需要 一份珍惜的心 不然的话呢 就是我们都会错怪 错过时间 我们觉得有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 呃 说 啊 先做好世间的什么那些 呃 我们这些 世间的这些 呃 工作啊 以后 等自己比较老的时候 再去修行 但是这种想法是 呃 是 我不太 不太恰当 因为说 因为这个 死亡不会 到这个 你老的时候才会过来啊 因为有可能明天你会死 或者现在等一下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你会死掉 那当然这个是有一点 不吉祥的话了 希望大家不会死的了 但是有可能嘛 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啦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能等自己老的时候 才去休息 先享受这些世间的荣华富贵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有错误的 这不是一个很恰当的 或者很适当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要 就是要 一定要珍惜佛法 有一种难得的心 去修行佛法 这样子就马上 啊 立刻 要就是开始学习佛法 以前这个西藏的 嘎丹派的这个大师们 有一句话啊 对我自己来说很有用处 一切的法 所有的法都是 今天要修的法 没有一个是明天要修的 所以是说 所有讲的法都是今天啊 当下要修的 不是说 等了明天 哎 才会修 所以呢 我们 就这个 时间不会等 是吧 无常 一切都是无常 所以就 时间不会等我们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就是立即 立刻 要修行 一个非常珍惜的 去修行 所以 所以前面说的这些 什么圆满 什么 好像这不圆满 什么圆满那些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种 有一种感触了啊 可能是说 应该是 我应该是对这个 修学佛法的时候 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不然的话 就学佛 很多年 但是没有一种 真正的一种感触 或者感动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 这个 西藏的 这个 很多的奇情文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说是 我在这个 殿子上 我的这个 这个禅殿上 要成佛 它有很多说法来 要现在 马上 刹那接 然后在这个 禅殿上 要集成 成佛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也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马上 动手 不是说 这个 我们说什么 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吧 所以就是 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是说 你在等待一个机会 什么 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以后 等待一个机会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机会就在你眼前 机会就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马上 立刻要修行 即生成佛 或者就立即成佛 当然 所以我们说 这个大 这菩萨呢 就要修什么 无量 阿僧七戒 看起来好像很远 很长的一种 很长的感觉 成佛就是很长 很远的一个路 其实呢 它并不是 来数字来衡量 应该是说 我们到底能不能 一下子可能累积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 我们可以 就是一刹那之间 我们也可以累积 无量的功德 所以不是说 好像无量节 意思就是 你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或者 你要数这个数字 已经过了一个节 再过一个节 就有点想 菩萨一直在 就数这个数字 不是这个意思 菩萨可以 就是一刹那之间 可以累积 无量的功德 无量阿僧七戒的功德 都可以 一刹那间 可以累积 所以 我觉得不多说了吧 应该就这样吧 所以今天点 点到为止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